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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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所得的殊胜功德利益 是定宗供佛 重要的是不失定义 这句话非常重要 怎样能够不失定义呢 这句经文 在我们现前环境当中 我们应该怎样去学习 让他帮助我们自己 断烦恼开智慧提升境界 我们学了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 看破这两个字的含义是对于事实真相 明了明了通达 这叫漢婆 于诸法实相 没有疑惑 这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必须是通过了界定位三学 辞界收定开位 大切大悟 明心见性 才能够通达明了 不再起心动念 这个定义就不失去了 这个定是什么 自性本定 慧能大师跟我们说的 何其自性本无动摇 本无动摇 就是自性本定 就是不失定义 经教里面经常说 那其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 就是这个意思 定中供佛 是在前定当中 定中有作用 定不是死板板地定 我 escrever佛 平等印象是活活 realizing 这句话 我们能够将其看作 苗角那位诸佛如来 他们已经回归自盛了 换句话说 定宗供的是哪些佛呢? 齐传在《花盐经》上跟我们说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花盐经》上所说 是心是佛 是心作佛 苗角那位诸佛如来 形化在《十法界医政庄严》 可否是定宗供佛? 不失定义呢? 当然可以 这是事实的真相 明白这个意思 诸佛如来 和我们做个榜样 共法是教化众生 真实共养 《十法界医政庄严报》 无影党到他 无令他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尚且无 分别执着 当然也不存在 诸佛如来 化身菩萨 在变法界的虚空界 利益一切众生的真相 念老说 《同于得尽普然品》中 里面所说的 注心潜定 食堵无量诸佛 不单止是上直缸里面的诸佛 我们知道 上直缸是自圣的圣体 不属于自然现长 亦不属于精神的现象 更不属于物质现象 科学家说 百分之九十的宇宙不见了 应该是回归上直缸 回归自成 不单止十方法界里面的众生 没有办法察觉察到 就是实报图的四十一位 发生大事 对他们也感到很模糊的 不清楚 这句话有根据 佛在经上说 等各菩萨看如来果地上的境界 有如加罗望月 我们晚上看月光 隔着一个罗沙 隔着一层罗沙看外面的月亮 就是说它不是很清楚 还有一些障碍 完全没有障碍 这是唯佛与佛方能究竟 佛是妙国果佛 还在等各之上 他看到无量诸佛 上直缸里面的 上直缸外面的 实在说上直缸无内外的 我们说他还带着有些迷惑 还未回归到上直缸 那就是实报图了 十法界医正庄严 在里面 这是天台大师所说的 六职佛里头 分正职佛 是实报图的 相似职佛 是四正法界 方便图 六道里面 这些众生 明治即佛 我们这些凡夫 是有命无杀 世尊说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就是说我们博地凡夫 并治即佛 真正修行的 微七六道 修行的也好似 天台大师 请他作 六职佛里面的 观行精 灌行精 灌行精 这是不是真的 只破见见思烦恼 沉沙无名 还存在 是否经常说的无量诸佛里面的佛呢 是的 不但有情众生是 无情众生也不例外 化验经常说 情与无情同缘种至 这句话 一直到今天 量子力学 透出了这个讯息 我们先真正明白 这就是说 任何现象 一直是三 三直是一 没有独特的 通通具有 不可思议 换句话说 物质现象里面 有精神的现象 有自然的现象 精神现象里面有物质的现象 也有自然的现象 自然现象里面 包括了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 不可以分割的 这个经常说的 无量诸佛 应该都包括这些了 他通通都明白了 由于天台大师说的 理迹佛 明治迹佛 观行迹佛 分正迹佛 分正迹佛是41位华身大事 在神圣同居堂里面 在最上面的六迹里面 就是究竟迹佛 这个究竟迹佛 就是花言讲的苗角为 不失定义 不失定义 这句比什么都重要 不失定义 我们用粗显的话来解释 不受内外境界的干扰 内系念头 外面是色声香味 色声香味触法 五欲,貪親自慢,財色名食稅,不受這些干擾 這樣叫不失定義 不失定義是真正修行的人 我們修行不能夠成就,就是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說是不但不失,不失得說得太好聽了 根本就沒有定義 所謂深浮氣躁,是沒有定義 深浮氣躁,怎樣能夠成就呢? 妄念紛飛 這是我們的煩惱根 必須要修定,才能夠把根找回來 妄知道,妄念紛飛,心浮氣躁 是智性裏面完全沒有的 這些東西在哪裡來的? 這些東西是從意識裏面來的 也是我們常說的白色五十一心所裏面來的 相中說得很有道理 修行人一定要懂得轉色成智 在靈驗證墨裏面教導我們 寫色用根 根是什麼?根就是定義 顏色就是不定,顏色是動的,根性是靜的 與靜的相應對,對動的相應錯了 為甚麼呢?定是智性本定 智性本無動搖,本不生滅 它一動就生萬法,就能生萬法 所以萬法是動的 萬法根本的因就是動 動就生萬法,不動就沒有了 第二,普言大事,深深境界 所以普言大事,有能力契入微塵裏面的世界 一無一塵,微點裏面的世界 普言大事,普言大事是什麼?是誰? 佛講過,一切眾生本來是佛 佛講過,一切眾生本來是佛 我們套用這句話來講 一切眾生本是普言大事 能不能聽得明白,講得通的? 只要我們將往上分別執著,通通放下 諾實,普言十願,你就是普言普察 我們在大經中看到,契入微塵世界裏面的普言普察 是誰是等級的普察? 我們看到的是當衛普賢 當衛是等國的普賢普察 他能夠契入微塵世界 等國的功夫是怎樣? 無恥無名的雜氣,快要斷盡 四十一品,從初注算起,旗面十信為不算 初注算起,四十一品,無恥無名雜氣 只剩下一品,都快要斷盡 在這個境界裏面,你就能夠進入微塵世界了 不失定義 所以這個是當衛普賢的境界 《往生論註》裏面說 八地以上菩薩,常在三味 以三味力,身不動本處 而能騙至十方,供養諸佛,教化眾生 八地的名號叫它不動地 七地的叫遠行地 八地叫不動地 不動能遠行 不動能遠行 你看本身不動能騙至十方 你看本身不動能騙至十方 確實,完全好像靈驗經上所說的 除眾生心,應眾生所知之量 法菩薩的身上 沒有一定的 佛菩薩 佛菩薩所證得的法身 佛菩薩所證得的法身 無形相 發身能言一切的形相 眾生心裏面念的是什麼形相 他就以什麼形相 隨著眾生的念頭變的 發身無處不在 無時不在 講虛空 虛空也是發身變現的一個自然現象 因為它不屬於精神 也不屬於物質 它是自然的現象 所以虛空也不是真的 空間和時間都不是真的 我們稱它為自然現象 我們稱它為自然現象 但是它精神跟物質 永遠分不開 如果要分開的話 它就一體了 我們動一個念頭 如何能夠騙法界虛空界呢 大經上講 念頭一動 就騙法界 我們就知道它是一體了 因為是一體 所以它才能夠周騙法界 這是事實的真相 《共養諸佛教化眾生》 《共養諸佛教化眾生》 這兩句話 是世尊隨俗提而說的 《共養諸佛教化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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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養諸佛教化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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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養諸佛教教教化眾》 《共養諸佛教教化眾》 這是對諸佛如來的法供養 一世供養中,法供養為罪 我們要知道 普言菩薩的得,無語論比 為何呢?他心目當中 所有一切的眾生都是諸佛如來 這是他的德 我們凡夫有分別 他是沒有分別的 他從因地看到果地 你是佛 每個人都是佛 看一切的動物 看蚊蟲蟻 乃至於樹木花草 看山河大地 沒有一樣不是佛 全眾生都是佛 他自己不能成佛嗎? 哪有這個道理呢? 他自己就成佛了 所以我們要問 我們什麼時候成佛? 什麼時候 我們能夠看到山河大地 蚊蟲蟲蟻都是佛呢? 恭喜你了 你成佛了 你不成佛 你就看不到 你成佛 你才看得到 那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從相相看到性 性是佛 性是能生能現的 相是所生所現 性是佛 所以這些相如何不是佛呢? 言一切有情眾生是佛 言無情眾生都是佛 言山河大地都是佛 言虛空法界亦都是佛 佛永遠沒有離開過 佛是我們自性的 芒西斯為注定供佛 約常徒者初地以上 是平常說 他真契入這個境界 我們現在理明白了 是沒有契入到 為什麼說沒有契入呢? 我們沒有把范老集氣放下 放下執著 你就做阿羅漢果 放下分別 你就成菩薩 放下起心動念 你就成佛 我們沒有放下 知道了 放不下 知道了為什麼還放不下呢? 這件事情 我在年輕初學佛的時候 也不算年輕了 26歲了 我是26歲才能接觸佛教的 我亦喜歡問 就用這個問題問張家大師 我知道了 為什麼還做不到呢? 張家大師跟我說 你還未知道 你知道就會做到 我說 經常說的 我都懂得 你沒有知道 你這樣肯定 一句話 說我沒有知道 這個知不容易 所以他老人家告訴我 法法 如果就哲學的觀點來看 知難行義 這句話 提醒了我 我們今天的知 是從經本上的 是聽老師教學 講解裡面得到的 這個知 便就是孔子所講的 記問知何 你聽得多 記得多 你會問 人家跟你解答 你明白了 這個不是這個知 這個記問知何 底下一句 不足以為人施也 不能夠做一般人的表稅 這個知 要怎樣算是知呢 為正方知 你要自己親正 這個知是真知 諸佛如來 化身菩薩 親正而知 不是我們見聞知知 不是這個 所以 我們亦聯想到 見聞知知 應該是現在所講的知識 親正知知 應該算是智慧了 智慧跟知識有差別 智慧通過證實 證明了這個智慧 如果沒有通過親正 那不是智慧了 我記得 譚虚佛法師說了一個故事 修慕斯往生 地點是在黑龍江哈爾濱祈樂寺 民國初年 譚虚佛法師 東北人 出家之後 親近替閒老和尚 當時的高登大德 廣經說法的老和尚 他跟東北有緣 所以老師 就勸道他 應當到東北 將佛教興旺起來 去確實 不負盧斯基的願望 在東北見了 有十幾個寺廟 極樂寺是他見的 長春般若寺也是他見的 譚虚佛法師 是第一任的方丈 寺廟建好之後 他就開界全界 這是非常好的方法 全教道場才有人 如果沒有道場沒有人 現在全界很多人都流下來 那時候 那時候他是方丈 定西法師 是當教師 監院 後一日 來就一個 開界 需要人幫忙 所以他就招請 有人發心 出家人發心 在道場做義工 有一個收無私 距離 距離 老婆想問他 你做些什麼 他願意照顧 生病的人 戒壇 這個時候全街三個月 時間很長 雙方感冒 雙方感冒 這些是非常見面的事情 他是照顧生病的人 定西法師 就將他收留下來 住了不太久 大概是 十幾二十天 他就向 譚空老法師 告假 地老很有修養 我追問 點頭同意 定西法師 就沉不住氣 雜逼他 這個人 怎樣一些定工都沒有呢 這個戒期還未完滿 你怎樣被叛逃而廢呢 你到這個地方 是發心照顧病人的 你為何可以現在就走呢 他就說 我不是到其他地方去 我是到極樂世界那裡去 這兩個老和尚 想聽到這句話 就感覺真的 真的嗎 什麼時候走呢 不出十天 還未有看出來 修無法師 是做泥水像出身的 是個苦行的人 沒有讀過書 不懂字 就念一句阿彌陀佛 經也不會念的 出家之後 在上住 都是做苦工的 出家的身份 就是寺廟做苦工 其他不願意做的 他都會做 全部都是粗重的東西 一句佛號不間短 他真念佛成功了 念到如之時之 指到什麼時候要走呢 這兩位法師對他很尊重 真是不容易 他向老和尚請求 給他準備200斤砧彩 準備火化 上住都替他準備了 到翌日他又來了 就去找老和尚 老和尚什麼事情 他告訴老和尚 我明天就走了 就趕緊和他準備 他要的 到翌日 他向老和尚請求 派幾個人和他助臉 送他往生 這件事情 誰都會歡喜 所以有很多人自動 就願意送他往生 他搭了一個小棚 小棚 在裏面 坐在床上 大家去念佛送他 念佛的人就跟他說 森毛斯 來到祈樂世界那裏去 過去往生的人 如之時節 總是要留幾句 幾首計 做幾首詩給我們做紀念 森毛斯說 我是苦老的苦命人 沒有讀過書 也都不識字 我就是念佛 我也不會做計 我也不會做師 不過 我有一個老實的話 可以留給你做紀念 你說什麼 他說 能說不能行 不是真智慧 說了這句話 念佛就走了 這個故事 記載在譚虛法師的影塵回憶錄裏面 真極 這個譚魯講 親自看到 念佛往生 遇之時節 夏爾濱 極樂法會的太殊聖 法會當中 有一個人在此示現給大家看 往生 譚魯講經 每次引用修毛斯 這個念佛的功夫 平時默默沒有人去知道 也沒有人看得起他 都是做寵活 乾苦活的 做得非常認真 沒有人願意乾他去做 最後一著 確實是 明山寶冊的方丈主持 廣經說教的大法師 都比不上他 那麼有這樣的志在 那麼瀟灑呢 譚魯跟我們講的是真實的故事 他是天台中的傳人 最後走的是 練阿彌陀佛 求生靜土走的 天台中 跟 念佛法門 淵源好深的 從智者大師 智者大師 是念佛往生的 以後 天台中祖師 很多很多都是修念佛的法門 定中供佛 不失定義 修無法師 修無法師 給我們做出的好樣子 全心全力為大眾服務 心裏面就是一句佛號 就是不失定義 念念 沒有把佛號斷了 真正是念佛三味 他自己的功夫 從來也沒有跟別人說過 沒有人知道 看得他是一個很老實的人 很肝活的人 由若 這個是亡西斯所說的 初地以上 須有此德 百地以上 是無功用 概為初地菩薩 雖初有此德 但尚不能全力功用 百地以上 才是無功用度 依照經教裏面的說法 八地以下的菩薩 通常是別教 別教的八地就是原教的八柱 位置已經很高了 初地以上 這個是初柱以上 原教花鹽經初柱以上 他們已經超越十法界 生實佈莊嚴土 須有此德 這個德就是騙公諸佛不失定義 但我們了解 無恥無名雜氣還相當濃 41品無名雜氣 例如初地到八地的時候 41品才能夠斷八品 所以八地以上 前面斷七品 還不行 要斷八品以上 完全自然 佛經上有個名詞叫 法以如是 本來就是這樣 極其微細的起心動念的意思 雖然有功用 我們凡夫決定看不出來 這是發生如來 跟我們說的 未有正德發生的時候 怎樣能夠知道它的境界呢 由此可知 不失定義 功夫是非常之高的 我們今天初學 初學這個話是怎樣說法呢 不受外境干擾 不失定義的最初方便 我們今天在這個境界裏面 要學這些 要真的想學 好啊 對自己的道業非常有幫助 要知道一切時 一切處 一切萬物 都是我們修行的增上緣 順境 前緣 我們在這裏修學的很快樂 但是你要高到這種警覺 你不要被這些東西迷住了 如果對這個境界起了貪戀的心 這裏就好了 你的定義就失去了 如果是歷境樂園 你會很討厭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人不好 都是冤親債主 都是找麻煩的 你會起怨恨心 你希望趕快離開這個地方 你又被這個境界所轉了 亦是說你定義沒有了 哪能夠好似菩薩 什麼境界 他都覺得很好 沒有一樣是不好的 住在天堂 天堂不錯 住在地獄 地獄都不錯 能夠不受外面境界的影響 這樣叫不失定義 我們今天是怎樣的 我們一定要忍 肉菠蘿蜜裡頭 忍肉菠蘿蜜 我們要忍受 順境善緣都要忍受 不起貪戀 這才是功夫 永遠保持清淨平等國 清淨心平等心 國而不迷 不受一些干擾 勢盲而不受開 commend Copy 不受伸 瀕 國 объ 憲 零 體 聖 祖 台道的修无师 如果人家的心地不是清正平等国 他怎样能够这么自在地往生呢? 我们可以肯定他得到了念佛的三味 不得念佛三味,决定没有这样的功夫 你看他多自在,多瀟灑 没有一丝毫病虎的现象 活活泼泼,说《走就走! 生前所作所为 我们今天回头细心去想一下 他在那里参除业章 直攻雷德 护持三宝 你看他所做的 事后我们上一上 这是我们的好榜样 在修行上就是一句佛号 真正祖道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连经典都不需要 我们学到这个地方知道了 名号公德不可思议 经典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让我们真正认识 极乐世界 了解 了解极乐世界 然后我们对这个法门 先真正能做到断耳生讯 坚定宏愿 决定求生淨土 不再有第二个念头了 他成功了 前面我们提到深圳黄宗昌居士的例子 很年轻的人 三十出头 两年十个月 如之时节往生了 他是做实验 在闭关之前 他就试试看 看下这个念佛是真还是假的 他听我讲经 我讲到往生传 讲到淨土圣盐禄 淨土圣盐禄 里面往生的例子 几乎有一半人 连法不到三年就往生了 前面我跟大家讲过 早年德庸法师问过我 德庸法师往生亦就很多年了 状况我并不是很清楚 我们肯定 那些往生的人 并不是每个人生命到了 生命还有的不要的 提早地走 振的能去得成 我们读了这么多东西 得到一个结论 不出三年 功夫成就了 要学应当学 功夫成就了 可以留在这个世间 前面原文里面我们读到的 慈悲心重 不忍心看到众生苦难 愿意在这个世间 堕住一段时期帮助这些人 即使寿命到了 阿弥陀佛都可以帮助你延长寿命 有这个例子 明朝交江法师跟延迟法师同时代 他有一部著作 《凌延经正墨》 这个著作是他写的 《正墨》前面一段罪文 他自己写的 决定可靠 不是骗人的 他读《凌延经》 感觉到 《凌延经》 以前国家的注解 都是根据 《断台家》的三子三观 来解释的 《凌延经》里面所说的 《三摩地》 《车摩地》 《车摩他》 《车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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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不适当 《车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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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命到了 还有事情想做 阿弥陀佛亦同意你 亦能帮助你延长仇命 不是为自己 是为正法苟住 为利益众生 佛家说的生死自在 法师门中有求必应 教江大师求言授 阿弥陀佛批准了他 宋朝迎阿法师 还有十年的寿命 他要求阿弥陀佛 我十年寿命都不要了 现在就走 阿弥陀佛三日之后 就带他往生 为什么当时不立即带他走 当时带他走 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三日之后 要刑阿弥陀佛法师 将这件事情说出来 利益 今后 让大家做个证明 念阿弥陀佛 求生正祖 这个事情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还要破戒的比喻 还要破戒的比喻 上到阿弥陀佛的苦 就生大恐怖 好 向同参导友请教 同参导友 同参导友 有一个人就跟他说 念佛 求生正祖 你就不会堕落了 真敢去做 三日三夜 不眠不休 就是一口气念阿弥陀佛 智诚感通 将阿弥陀佛念 我们从这个地方才体会到 古人所说的 言一声佛号 真诚心 智诚心 念一声佛号 晓八十亿叶生死重罪 他念了三日三夜 叶障消除了 我们一般人 为何念这么多年 都叶障不消除到呢? 用心不一样 心不真不成 散乱心念佛 妄想心念佛 他的力量不集中 所以他的效果就不明显了 如果力量要集中 心里面 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念头都没有 这个真是很厉害了 真的将阿弥陀佛念来了 这个道理要懂得 这个方法不难的 我们要真做 肯定有效的 特别是烦恼集气重的人 怨趁债主多的人 跟众生结一些怨 这个众生时时来找你 如果是自心念佛 求生淨土 叶障消除了 劝趁债主不再找你麻烦了 为何呢? 看到你是真正的修行人 他佩服你 不但不麻烦你 他还做互法 为何呢? 他知道你成就之后 一定到他们 有大慈悲心 跟你无缘的众生 你都能够到 有缘的众生 便能够不到的道理 所以经上所说的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到 如果经上所说的 我们都能够做到 如果经上所说的 如果经上所说的 我们做不到 华严、华严、华花、灵严 这些大经论学习 多多一点 明白一些道理 法在世间所说的经 就是契入世间的人的根基 这个世间人做不到的事情 绝对是不会说 我们自己听了之后 学了之后 自己要认真地反省 要克服自心里面的障难 障难不在外面 而在自心 要克服自己的烦恼集气 没有一个不会成就的 尤其是这个殊性的法门 得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下面 回溯为 为他方新法心菩萨 印文彌陀名号 顿登上帝菩萨 特诸三味 特诸三味 注定供佛 完全是我们的主意 是发心 我们如果发心坚定 发心的障碍 还是障碍 信愿不足 信愿不足 心是发不出来的 真正相信 真正愿往生 我们就能够将这个世间 统统放下 自私自利放下 吴就有这个念头 明文利养心放下 探战五欲六层享受的念头放下 谈尘次慢的烦恶 亦都放下 一心念佛 心里面除阿弥陀佛之外 其他的念头都没有 这样叫做制心一处 下面还有一句佛说的 无事不办 我制心一处 求阿弥陀佛来接引 这个事情能不能够办到 世尊没有说这件事情除外 换句话说 这件事情也包括在其中 决定得办 什么时候放下 什么时候就成就 所以这部经不能够不讲 不能够不细讲 不能够不常讲 要四次讲 为什么呢 我们是业障深重的凡夫 决定不是一片两片 十片二十片就能够开五格 古人定了一个标准 叫读书千篇 大概是差不多 我们能够开五格 我们能够将这部注解 我们能够将这部注解 有真信 有切缘 旺生淨 有真信 有切缘 把握成就 亦能好似 回朔上所说的 顿登登上地菩萨 得读三味 注定供佛 疏异 疏弱 仲需身法二菩萨 文明智人 听到阿弥陀佛名号这些人 能得定位 这个位 根智位的位是一个意思 定位上职 真熟相照 顿得上地菩萨也 这个疏还是回疏讲的 怎样能够听到佛的名号 就提升到这个高的境界呢 可见得 人的根性不相同 不是讲的每个人 每个人肯定得利益 前面讲过 一力以根永为道种 我们今天听到这部经 听到弥陀明号 能生起信心 能生起尊重 爱乐 那就是说明 我们过去生中 曾经学过这个法门 有根有底 有根有底 但是 过去生中 没有成就 未能往生 还算是 身发意菩萨 但这一次我们希望 接着过去的前根福德恩怨 希望在这一生中 能大幅提升 我相信很多同学都由冤枉 有不可能 答案是肯定的 有可能 要怎样提升法 佛菩萨祖师大德教导我们 一门深入 嘗事分修 你就提升了 记住守学的秘诀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短 如果真的这样做法 正宗法门快 三年成功 中国古姓先言传统的教学 降到七年小成 九年大成 我们修这个法门 只需要三年就成功了 肯定是你没有依照这个法门去收行 真正依教奉行 肯定成功 十年还不得了 你发心 要来在这个世间 要弘扬这个法门 普道众生 佛就将你的寿命延长了 为什么呢 你有任务要去履行 任务完成之后 再往生淨土 也算是到假辞行 这句话里面提到一件事情 定为尚绩 真逐尚照 看到这件事情 是功夫 我们要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上 有定有为 定中有为 为中有定 就是下一句所说的 真逐尚照 真中有逐 逐中有真 真逐不二 什么是真 什么是逐 同是一件事情 着相就是逐 尼相就是真 好像《金刚经》上所说的 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 代仁、哲物、着相 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 这就是逐 如果离相 离相就是真的 离相就是不着相 无我相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无受者相 就是真的 真逐不二 为何呢 即相离相 为何呢 即相离相 就是正 即逐即真 真在哪里呢 真就是在逐当中 逐在真中 真族不宜也 定中有為 為中有定 為是國定 不是死定 活潑 是聖定 死定就是叫無想定 無想定修成 生無想天 墮落 住無想天的時間很長 定供不室 你就不會出來出定 在定中裏 有一切都終止 雖然不作惡業 也不收市 你就停在那個地方 這是初五 所以定裏有為 這叫做禪定 這個字是印度話 亦成中國意思叫做靜類 靜就是定 類就是有國 定中有國 這就是定為相職 它才有用處 為能起用處 定不能夠起 定不能夠 諸佛菩 我們用這個例子 廣經 講經教學 託拔柔化 你在這個現象裏面 你就看到定為相職 真族 真族相照 真族 族亦照真 從肉體 從肉體 表現的軸 但是你看它的表演出定為 可以到 straps 使用心不散霰 用心不散乱 用心來煩惱 用心來煩惱 他没有憂慮 他沒有憂慮 他沒有 abolition 他沒有遠慮 他沒有忌慮 他沒有 mostra 他無有起心動念,這是定的 他各種事情做得很圓滿 世磚當年在世,開悟之後 住世49年,天天講經教學就是為 語不動,說法教學,定中有為,為中有定 學法要想有成就,這兩句做不到,不可能有成就 如何去修法呢?就是在日常生活當中 自己要有定,有定就有為了 自己沒有定就沒有為,定能生為 沒有定他生煩惱,決定不生煩惱 差別就是這個地方 我學法這麼多年 第一個給我看到的印象 是我第一個見到的出街人,張家大師 你們看到他的照片 這個照片大概是六十幾歲照拍的 我親近他老人家就是這個樣子了 他在定中 幸著作惡都在定中 動作非常緩慢 動作非常緩慢 說話也是慢吞吞 說話是非常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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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話 一個字的廢話也沒有 這樣一個老人家 我親近他老人家 他老人家六十五歲 那一年我是二十六歲 所以以後在經典裏面看到 經常說 那騎常在定 無有不定時 那騎是繁羽 那騎成中國的意思是龍象 龍未見過,象是見過 你看這些大象 是否好像在定中 走起路都是四平八穩 動作慢吞吞的 動作也慢吞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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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佛事事 用它來做比喻 我們舉止動態 要像大象一樣 現在的人 剛剛相違背 現在的人好像猴子一樣 動作非常快 非常穩潔 顯得心浮氣吐 大象確實 好像在定中 我們真正將佛的經教 裏面講的這些道理 變成我們的思想 經典裏面的教誨 我們都能夠落實在生活上 叫真逐相照 真的受用 幸福美滿 幸福美滿 再看下一段 有文殊 有文殊般若經藥 念一佛功德 無量無邊 亦與無量諸佛 功德無疑 不思以佛法 等無差別 皆誠一余 皆誠一余成罪正覺 皆誠一余成罪正覺 以為之佛 以為念多佛的功德多 念一佛的功德少 念多佛的功德大 念一佛的功德少 為何謂一佛 實在都想錯了 念一佛的功德大 為何呢? 尊一 你真心 一佛就是一切佛 一切佛就是一佛 一佛的功德 這個道理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的同學 我們時時一起 分享學習 聽到這句話 你會肯定 念一佛功德成就 有一切佛的功德 为何呢?它是一体,它没有分开 而念一切佛的时候,我们念的念力分散了 心的力量不集中 所以,念一切佛的功德就很微薄 实际上来说,就好像经上所讲的 一力以根,永惠道总,这麽大的功德 但是你念一佛功德就不一样了 念一佛功德,会得三味 会得定,会开悟 念很多佛不会开悟 你想想这个道理 下面又说 亦于无量诸佛功德无疑 念一佛功德,跟念一切诸佛功德无两样 我们再回头来说 念一切诸佛功德,跟念一佛功德无一样 这个话意思,能不能听得懂呢? 我相信应该可以听得懂 为什麽呢? 念一切佛的功德,你不能得念佛三味 你不能开悟 念一佛的功德,会得到念佛三味,会开悟 所以,念一切诸佛的功德等同念一切佛的功德 但是,念一切佛的功德不等同念一佛的功德 希望各位好好地上下 如果上通了,你才会将万佛参放下 中国农年年快到了,农年的时候 很多很多道场都发起念万佛 拜万佛 万佛很长的,大概有一万两千声佛号唱住,拜住 大概要半个月的时间 如果这半个月的时间,专心念一尊阿弥陀佛 好像念万佛参,拜佛,念这尊佛 可能会得念佛的三味 所以是不一样的 下面这句话讲得很好 不思以佛法等无差别 这是佛法上讲的 一经通,一切经通 一国法门正德,一切法门通通正德 话言经上所讲的 一即是多,多即是一 一多不二二 这是事实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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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事实的真相 是事实上讲的自性清正圆明体 就是一如 成一如 就是聚正觉 聚正觉 是妙觉的佛果 写句无量功德变才 举足无量功德无量变才 宇宙漫法,真实相,诸法实相 如是入一行三味者,一行三味就是念佛三味 尽知行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 你不入自性 佛经上说变法界虚空界 行河沙嫂诸佛法界 种种差别不离自性 见性的人全都见到 见性的人 眼耳鼻舌身意 与六种德能圆满恢复 范围多大呢 能眼能见法界虚空解 能见十方诸佛策土 这个差别相 能见极微之微 前面所说的 一无一尘之中的微点 佛家讲极微之微 现在科学家讲的梁子 小刚子 同同都能够见到他 以闻遍法界虚空界 一切的阴声 诸佛如来 就是他方世界 讲的经说法 我们在这里 能否能够听到呢 能够听到 十方世界的宝香 我们能够听见 他们的花尾可以尝尝 诸佛世界 同居土 方便土里面 一切众生 起心动念 感受的果报全都知道 无一样是不知道的 没有人人问你 你心是定的 心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有人问你 对答预留 释迦物理佛在世 我们看到经典记下来的 很多很多人 向释迦物理佛提出的疑问 通通同理解答 真知毒不是假知毒 这些大树有多少个叶 佛有没有数过 说他有多少片树叶 人家不相信 看到法无体见去摘几片 然后再问 这里有多少树叶 他说不少了几片 他都知道 说明他真知道 你不相信你去数 是自性的本能 是自性的本能 你的能力就恢复 六根的能力 遍知法界 一切差别诸法 美后这一句话说 于三味宗 遍知诸佛世界差别上 正与预定供佛和宗子 和一个宗子 这里说明这句名号 对他方世界菩萨 对他方世界菩萨 起的作用 回头再想一下 明豪这麽大的功德 对他方世界能起 这麽大的作用 对于极乐世界本土 更不需要说 这个意思在哪里呢 意思就是劝道 我们求生淨土 淨土的殊性 没有法子 说得出来的 佛菩萨 用善巧方便 陈托出来 让我们在这里觉悟 那还能够不去吗 不去的人 真 业障太重了 迷惑 是个糊涂人 不是个聪明人 聪明人看到这个经文 那还不去吗 这一章 我们就学到这里了 这一章我们就学到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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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章我们就学到这里了